今天讲一个故事啊 今天讲的故事的名字叫恐雀的不满 乌鸦坐在树枝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看见树下有吃的 但它连张开翅膀飞向天空的心情都没有 瞧瞧我这一身黑不溜秋的羽毛 我看我自己看了都觉得恐怖 乌鸦举起一边的翅膀 仔细看了一遍 怎么看这些羽毛怎么不顺眼 其实乌鸦对自己的长相原本没有什么不满 不过那是在孔雀搬来之前 当孔雀来到树林时 你都不知道乌鸦是有怎么有多么惊讶 天呐原来世上有世上还有羽毛长得那么漂亮的鸟 当孔雀开屏展示自己那美丽的羽毛时 乌鸦的眼睛都直了 花花绿绿的羽毛时那样的绚丽夺目光彩照人 神太不公平了 他把世上所有漂亮的颜色都赐给了孔雀 而给我的却只有黑色 其实不止乌鸦 因为孔雀而感到不满 连拥有甜美歌糊的黄鸣鸟 在见了孔雀后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我的羽毛黑 我的羽毛黑黑的 一点也不斜眼 如果我不唱歌 估计大家连我在哪都不知道吧 再看看孔雀 谁都会对他一见钟情的 一天 一直在那自卑抱怨的乌鸦和黄鸣 决定去找神 顺便去质问一下 为什么不让自己也跟孔雀一样漂亮 乌鸦和黄鸣来到神居住的地方 正要进门的时候 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 在他们面前 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孔雀 那巨大而优雅的 呃 灵芒吗 孔雀来找神做什么 乌鸦和孔雀 连忙屏住呼吸 仔细的灵 错别字啊 乌鸦和黄鸣 赶紧屏住呼吸 仔细的聆听 孔雀 都跟神说那些什么 神我最近太不幸了 我一点都不幸福 孔雀垂头丧气的看着神 你你居然说你不幸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神担心的看着孔雀 孔雀哭丧着脸说道 我对自己的嗓音感到不满 你为什么让我的声音那么难听啊 没我漂亮身子 没我漂亮身子那么小的 黄梨的声音都比我动听 你不知道 每当黄梨在树林里放声歌唱的时候 我有多么羡慕他 神你也赐我像黄梨一样动听的歌喉吧 神吗 你听说 你说你声音难听 神听了孔雀的话 气得快吐了血 拥有最美灵毛的孔雀 竟然对自己感到不满 在那一个劲的抱怨 神大声的斥责孔雀道 你真是对你所拥有的东西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吗 感恩之心都没有 你说你羡慕黄梨的嗓音 你看看你漂亮的身体吧 你还要抱怨吗 我给了你彩虹般的灵毛 你却依然不懂得自爱 你真是不知 你真是指 真是知不知足的唇鸟 听吧 孔雀羞愧的不知如何是好 神愈发严厉的指责道 没有一种动物能拥有所有的美好 因为我给每一种动物都赋予了一样长处 是什么 孔雀小声问道 鸵鸟虽然没有你的女毛 但它跑得很快 突就拥有无敌的勇敢 乌鸦虽然羽毛黑漆漆的 但它拥有聪明的头脑 而你羡慕的黄梨虽然没有其他的长处 但歌声很好听 现在你知道了吗 所有的动物都有它自己的长处 所以你别再抱怨了 知足吧 否则我就把你那漂亮的鹰毛全部拔掉 孔雀低着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乌鸦和黄梨躲在一边 听完神和孔雀的对话 笑着回到了树林 从此以后 他们不再羡慕孔雀了 因为乌鸦比谁都聪明 而黄梨则拥有市场最动听的歌喉 好 这故事今天就算是读完了 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错别字 这是让人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这个错节目出在哪儿呢 这个孔雀来找这个神的时候 这一段 就是孔雀来找神做什么 乌鸦和孔雀赶忙屏住呼吸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孔雀 应该乌鸦和黄梨赶快屏住呼吸 仔细的聆听孔雀对神说些什么 他这个地方把这个 本来应该是黄梨 他把这打成乌鸦了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乌鸦和黄梨 他就给打成乌鸦和孔雀了 这个地方又两个错别字 也不能说错别字 这字倒是没错 但是 这个词给打错了 哎呀 很可惜啊 这本书在这个孔雀出版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看吗 没有仔细的孔雀吗 很遗憾啊